大家好 今天带大家逛公园 当然不是真的逛公园了 今天还是要用一款特别的机器 什么机器呢 是三星的X10 Plus 这款机器又回来了 其实今天比较犯难 因为实在是不太觉得这个机器有什么特殊的表现 尽管这是旗舰 尽管也有一些在相机上面有一些独到的地方 但是不太觉得有特别大的程度 我们先用一用看一看 可以看一下相机在拍照片的时候变焦的效果 这个是0.6倍 也就是超广角的一个效果 123度视角的这么一个效果 那么变焦这是一倍的效果 那么两倍的效果 这个手机其实在拍照的变焦方面 其实并没有特别过人之处 这是一个比较算是比较基本的一个配置 那么比较让我觉得比较欣喜的是什么 就是可能在画面中 我们在屏幕中看到的画面是这样 但是拍出来之后的这个照片 会比刚才的在那个屏幕中看到的效果更好 色彩更好 而且整体的宽容度也更好 也做了HDR这样的一个处理 我现在仅仅是开启了这个视频的模式 还没有正式录 但是我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个画面的平稳程度是非常好的 好 我现在开始录 可以看一看 这个手尽管是在正常的这种晃动移动 但是整体的画面的稳定性非常的好 这个是跟之前的那个照片拍摄的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的 另外还值得说一点 是这个手机整体拿在手里的感觉它不大 整体尽管它是X10 Plus 是旗舰中的旗舰 那拿在手里感觉也不是很大 那么三个摄像头并列在手机的后面 那么看起来也是非常的低调 有些人可能说这个三个并排在一起都不好看 反正在手机的背面你时间长了也看不见了 也就不觉得了 这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拍了一些照片 然后整体体我的感觉是什么 这个手机有一个特别大特点 就是你在取景器在这个眼睛屏上看到的时候 跟你拍出来照片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 是你拍出来直接看照片的时候 它的效果会比你在手机眼镜屏上看到的还要好 那色彩饱度要更好 而且整体的画面宽容度要调得更好 所以真的非常的讨喜 尤其是在三星的这块屏幕上看起来的话是非常的漂亮 好像就是随便一拍 但是照片会比你印象里的那个画面要好看 这是非常讨喜的一点 接下来我们看几张用X10 Plus拍的这个样片 这些样片都是原始样片 没有经过任何的后期处理 有微距的 也有超广角的 也有一些这种特殊的模式的 我还特意挑了一个下午的时间过来 本来以为人不算太多 结果人太多了 我还是上山吧 下面哪里都是人 然后简单再说一下这个手机拍照的一个整体的体验吧 我觉得有一个超广 然后有一个二位的光电 其实在日常使用中其实就够了 然后整体的这个手机给我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漂亮 不论你拍的是建筑 还是拍的是自然风光 还是拍的是人像 它都会呈现给你一个比较漂亮的一个画面 其实这对于大多数来讲是足够的 如果你说我想用这个手机拍摄一些特别高端的这样的大片的话 那我觉得是有难度的 因为这个手机并没有给你提供额外的这样的一个长焦啊 或者是超级微距啊等等也没有 额外说一句 这手机的微距其实也不错 我们可以用两倍的光电拍摄一些微距的画面 也能得到一些不错的一个效果 所以整体来说吧 包括视频忘了说了 包括视频 这个4K60P的这个后置 后置摄像头拍摄的这个视频效果 也是非常的好 这是山盲 走上去就走下来了 我的天哪 往后边留着留着 所以看你重点的一个选择吧 如果你需要的是一款综合性能非常强 整体的液定屏效果 以及这种视觉呈现效果非常好的手机的话 在旗舰机的话 那这个手机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如果你说我想就像在拍照方面要极致追求 要最好 要无敌 但这个不是 这个应该不是最强的拍照手机 但是它是综合性能非常不错的一款全能的旗舰手机 就是这样了 我要去侠山了 在这里就知道是有没有变成的 在那边 那边 我 是 我的 我 那边 我